力量十足 紧隨其後的陳偉晴 豈能充滿 用盡全力奔跑 絲毫不敢停 演挑戰極限 也是大陸綜藝追我吧 一大賣點之一 我跟黃錦瑜 跑道喘不過氣 由於是真人實境秀 加上擁有廣大粉絲收看 讓每個上節目的藝人 不能作假 更不能停下來 我們難爬的 很帥 維婷加油 加油 過去就曾經傳出 范冰冰弟弟 范晨晨累到吐 以及香港藝人 陳偉晴等人 跑到臀部抽筋 這次高一翔 被醫生初步診斷 是心醫性猝死 上節目玩遊戲 卻沒了性命 到底哪些人是 高危險族群 盡量還是不要熬夜 正常的作息 不要在過人的環境下 做很激烈的運動 那也不要突然沒有在運動的當下 平常也沒有做很激烈的運動情況下 去做很激烈的活動 讓自己的心臟受到極大的挑戰 跟身體很大的一個挑戰 除了長期慢性疲勞 也就是過勞之外 若是在從事高強度的運動 發現有以下警訊 像是胸悶冒冷汗 容易累容易喘 異常疲勞 都要掃心會提高心臟猝死機率 若真的不幸發生意外 以時間該如何處理 問題的狀況越來越差 或是越來越不舒服的時候 應該要找尋很多旁人的協助 因為當下可能你就會失去意識 如果心跳停止的話 如果立即做急救 當然是越快越好 其實做到持續 做到這個所謂的專業的救護人員到場 接手為止 時間節目近來正夯 因為大家都喜歡看藝人最真實的一面 只是在拼收視率的同時 如何避免再玩出人命 也是製作單位當務之急 歡迎新聞 林永辰 楊紫玉 台北報導